其實大家看到那個1比1 大家都覺得 天啊為什麼歐元有1比1 但是事實上你長遠來看 歐元以前 也不是沒見過 也不是沒見過 而且甚至還有更低 所以只是那個1比1 剛好是一個心理預期的關卡 它的升級幅度 就不會比美國還要大嘛 啊這樣不會比美國還要大 這時候美元就會比歐元強 這是合理的 但我覺得以目前現在來看 當時候2014到2015 那個時候美國也是量化寬鬆 要去回收QE嘛 嗯 它這樣子歐元跌下來 大概跌了25%左右的一個跌幅 可是現在它這個是 20年的時候 疫情爆發 然後川普說 我要無限制量化寬鬆 所以它那20年撒出去的錢 其實比2008年還要來得多 對 那來得多的情況下 你會看得到比較起來 欸如果我同樣都是要升級 我同樣都回收回來 那理論上而言我撒得多 我這時候回收的錢 不就應該要更多嗎 跌的幅度就要更大嗎 可是你會看到它其實還沒有跌完的跡象 大家預期每年撒到升級了 所以很多銀行會推出這種利率方案 然後那利率方案聽起來都很厲害喔 都是年期什麼超高的 年期7% 年期10% 年期8% 感覺上好像很厲害 但是有陷阱喔 有陷阱 對有陷阱 它只能讓你存兩個月 領8% 或兩個月領7% 但你其實領不到那個7%跟8% 就是假設8%嘛 然後除以12個月 所以你那兩個月的利息特別高 但是剩下它就回歸到原本的利息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我們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聯準會在7月底的時候 會升3碼還是升4碼呢 因為呢 現在感覺上啦 這個通膨持續的創下 40年以來的一個新高 你說聯準會 他不靠升息這一招 他恐怕真的沒招了 所以也推升整個美元 變成現在全市場上面最強的貨幣 我們現在邀請到的是方君老師 來幫大家解析一下 美元我們之前說嘛 29.5是一個你最後的買點了 但現在很多人都說台幣在第三季 甚至是7月就會看到30字頭 老師我們先看這個美元指數啊 會發現他最近真的是 全球全世界最強就他了 沒有其他的貨幣能跟他PK 沒錯他現在已經是老大中的老大了 對他說的算了對不對 沒錯 但聯準會的這個升息 我們說嘛通膨那麼高 看到6月份的CPI 又是這個超過9%以上 所以就會想說 他升4碼的可能性真的有嗎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6月份的CPI 40年新高他已經超過9% 全世界大家都覺得說 美聯儲接下來即將要開始做一個 是要超過3碼嗎 可能4碼以上的升息 對 可是事實上你會觀察到這幾天喔 那一堆聯準會的官員就出來講話說 喔沒有沒有不要太緊張 我們沒有要升4碼 因為升4碼它是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過的狀況 就以前還有3碼過 但是4碼就是沒有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要開第一槍 又在這種危急的時刻開 我覺得美聯儲他應該也沒有 那麼大的勇氣去做這件事情 畢竟他CPI上去之後 那他的假設啦 今天他如果升息4碼 結果4碼之後發現下個月 下下個月的CPI沒有降下來 那他就有點危急了 沒招了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在危急的時刻 他應該不會直接去做到一個升的動作 那就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候說啊 他即將升4碼的時候 其實是在這一天 對 7月13號的這一天 這是6月CPI發布的那一天 對那一天 對那這一天既然是他 大家預期說他即將會升4碼 所以這一天的低點就是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那一天是發布的當下 然後那個低點被跌破了 也就是說哎美元他衝上去之後 但是又掉下來超過那個低點 那就代表著這一個地方CPI的這個 預期 或者他不好的狀況 是被市場消化完 這個情緒的 所以當時候他衝上去 那你會看到這幾天 他其實已經有開始回落 看起來應該不會直接有事嘛 這件事情 除非他又發生了一個什麼重大的巨變 不然我覺得短期之內 大家官員都出來講話 應該不太可能 但一旦符合市場上面的預期 你美元他會不會就開始走弱一點 其實美元要走弱 不太會是最近8月或7月這件事情 他真的要走弱 其實是發生一個重大狀況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CPI 繼續的持續往上走 然後他升息已經沒招了 這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那你美元是不是 美年圖你是不是真的沒招了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市場上的恐慌 就開始覺得說 那我要開始拋售美元 然後可能轉到黃金 對但是在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到沒招的階段 他只是我還有可以升息 我還有空間 可是一旦他那個空間變小 市場已經沒有耐性的時候 這時候才會出來 但這個東西預計可能要到8月9月 因為CPI8月是發布7月的嘛 所以這個9月份是發布8月的 所以大概8月底到9月那個時間點 大家的耐性才會用完 現在目前還給他一點點小小的耐性 因為他才剛升3碼嘛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他這個月升3碼 下個月升3碼 再升3碼 他升了很多次3碼都沒有救 那就真的沒救了 大家就會對他的信心有點薄弱 想說你這個美元牆 好像是有點牆架的 因為我們給你很多的信心嘛 可是你通膨沒有壓下來 大家不是要看美元強不強耶 是要看你這個通膨壓不壓的下來 可是呢如果美元獨強 至少啦感覺這幾個月的態勢 他還是不變的 可是我們有看到一些貨幣非常弱 比方說好了日本 比方說亞洲貨幣 甚至像是歐元 原本你說1比1就已經有點誇張了 結果現在是在平價之下 怎麼見到0.9對美元 那這樣的狀況 我們是現在還能換嗎 還是就是如同老師之前幫大家提醒的 就是你如果要換日幣的話 不要現在換太多 你出國錢再來換 因為日幣還是一個持續貶值的狀態 我們就分兩個來討論好了 因為現在最關注的經濟體 大概除了美國之外 就是日本跟歐洲了 對 在整個日幣的市場裡面 日本雖然他上了一個新的首相上去 但是他並沒有想要改變整個政策 只是說日幣最近對美金有可能會回調 回調的狀態就是因為第一個 之前日幣的最高點 大概是在亞洲金融風暴 這已經是在1998年遙遠的年代之前 那時候有照150嗎 對大概在150左右 但是因為他現在 如果你就K線來講 他已經到了關鍵的壓力區 就是140左右 所以你說他直接一飛沖天上去到150 其實難度比較高 那因為剛好140也是一個整肅關卡 所以剛好他就開始走一個回調的狀態 這加上美金他最近就是升期的預期 好像開始被消化一些 所以未來幾週可能美日貨幣隊 不一定會直接再創新高 但是如果就長期來講 因為日本他就是很想要通膨 他從頭到尾都很想要通膨 只有美國不想要通膨 那再加上日本的經濟 他真的沒有辦法不撒錢 所以長遠來看日幣上去是非常有機會的 只是說短期這一兩週到美聯儲升期之前 日幣要直接往上衝超過140 這個難度可能略略高一點 現在再走回調震盪的狀態 而且我們就以技術面來看 你說他要從這邊105 然後一直衝中衝到150 對 有一點難吧 有一點難 他總是會稍微再震一下對不對 就像當時候安倍他那時候2012 他423之間走 他這樣衝上來之後 他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他也是會有一個震盪的狀態 聖盪休息再往上 聖盪休息再往上 所以你說這邊他上去之後 安倍現在又發生這件事情 那大家其實是市場的觀望態度 會略略高一點 就是整數官 美聯儲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大家對日幣的官網 真的最近會比較多一點點 有一些日本的企業也開始反應 他受不了了 因為進口的成本很貴耶 很貴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日本的企業你會發現 好像就開始有一些聲浪出來 那尤其他現在新的首相出來之後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你確定你要照原本的路走嗎 那就目前這近十年的日本貿易差來看 因為日本其實以前都是一個出口的國家 但是近十年的話你會發現 他其實這個這是貿易逆差 這個下面代表他進口比較多 上面代表是他出口的比較多 也就是他賺外匯下面就是他買東西買的比較多 因為看得到近十年以來 除了2014年這一年之外 然後一直到這個現在目前為止 他已經是歷史以來第二高的貿易逆差了 也就是說日幣的貶值 感覺上好像可以讓日本的GDP變好 但事實上就貿易的整個結果來看 似乎沒有那麼好 所以現在上去的時候 大家這個質疑聲浪只要越來越大的情況下 有可能接下來一兩個月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日本他會不會因為此而開始說 那我們好好考慮一下 不要再那麼寬鬆了 不要再那麼寬鬆了 所以這是接下來大家要注意的 但這個應該近期都是在震盪 所以長遠來看 只要日本沒有改變政策 其實都還有機會繼續變值 所以現在如果他跟台幣的關係 是大概0.21左右 是大家可以換的價位了吧 是可以換因為短期就會震盪了 像之前就說24不能換 23不能換 對但現在就可以略略換了 好但換的比例呢 換的比例大概 假設你不是立刻馬上就要出國的這種人 你大概換個4成左右就好 但是如果你是立刻要出國 那基本上就沒有差別了 因為最近他應該也不會扁到哪裡去了 反正老師有說過嘛 換一點然後其他的刷卡也是很OK的 我們不用那麼多現金在身上 而且再提醒喔 日幣絕對是不適合拿來投資的 完全不適合第一個他沒有利息 第二個他就是免費 所以不適合 好但另外一個經濟體我覺得 他可以說跟美國的慘是不相上下的慘 甚至是更慘 因為他有歐洲能源危機這一塊 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之後 導致全世界都遭殃 可是最遭殃的絕對是他們歐洲境內 所以最近可以觀察到歐元真的是很弱 你說他現在對美元就是1比1 甚至是更低 那歐元這次這麼弱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1比1 大家都覺得天啊為什麼歐元有1比1 但是事實上你長遠來看 歐元以前也不是沒見過 也不是沒見過 而且甚至還有更低 所以只是那個1比1 剛好是一個心理預期的關卡 那主要這一次歐元會那麼弱 大概就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那個烏爾戰爭嘛 烏爾戰爭它爆發之後 其實這個烏克蘭它有很多的難民 它會逃往歐洲各地 那你知道只要有那種難民出現之後 其實對於整個經濟體來講 並沒有到太好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多數的天然氣跟石油 大概40%的天然氣 是從俄羅斯進口的 那你看喔 烏爾戰爭它制裁俄羅斯 好我不給你買天然氣 那我不給你買天然氣 我要跟誰買天然氣 就是沒有人提供給我天然氣 所以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歐洲的能源危機 再加上就是歐洲本身現在的GDP 它是一直被下修的 但它又有一個很詭異的狀態 就是歐洲如果今天要升息 它通膨的它要升息 可是你要知道歐洲有很多 這個國家是負債的 舉例來說義大利 這些國家它其實的債務比例是有點高的 那當有點高的時候它升息 對於整個歐盟區就又不太好 所以它現在就是一個有點慘烈的狀態 只是說它的升息幅度就不會比美國還要大 那既然不會比美國還要大 這時候美元就會比歐元強 這是合理的 但我覺得以目前現在來看 當時候2014到2015 那個時候美國也是量化寬鬆 要去回收QE 它這樣子歐元跌下來 大概跌了25%左右的一個跌幅 可是現在它這個是 20年的時候疫情爆發 然後川普說我要無限制量化寬鬆 所以它那20年灑出去的錢 其實比2008年還要來得多 對 那來得多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比較起來 如果我同樣都是要升息 我同樣都是回收回來 那理論上而言 我灑得多 我這時候回收的錢 不就應該要更多嗎 跌的幅度就要更大嗎 可是你會看到它其實還沒有跌完的幾下 我們灑出去的錢都這麼多 這我灑得比它更多 所以理論值而言 我的跌幅應該要比它還要來得大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還沒有 所以短期之內 有可能就是歐元它震盪完之後 還有新的一波 大家這個就是接下來要去看的 那簡單來講 只要歐洲它說它要升息 這時候歐元短期啦 可能幾天內它會稍微的往上漲 但是長期之內 如果歐洲就是像它之前講的 好我要升息 結果升了一次 升了兩次之後 就再也不用這個消息了 這時候它就會開始繼續貶值 那現在歐元又要怎麼換呢 假設我年底想要出國的話 年底想要出國的話 我會建議啦 歐元大概你就換個 30%或40%就好 因為歐元它其實長期以來還是會貶值 那如果就歐元對台幣來講 其實坦白來講就是 台幣也沒有搶到哪裡去 所以就大家一起貶 大家一起貶 但是歐洲應該會貶得更厲害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去歐洲玩的話 那你當然也是跟日幣一樣 你越晚換 對於整體來講是越好的 OK 除非我手上持有很多美元 我就拿美元去換日幣或是換歐元 對 這樣也會更划算 這樣會比較划算 會比台幣來的划算 所以我們就要來探討啦 那台幣你說它整個上半年 其實貶值的幅度大概有接近7% 算還OK啦 你剛剛看那些其他什麼都是兩字頭的 台幣只有貶了大概7%左右 還OK 可是如果以最近來看的話 台幣人家說會上30了 而且一定會 只是時間點早晚而已 早晚的問題 之前有跟大家講說 就是因為美金它長期以來都是 看漲的嘛 台幣就會貶值 再加上台灣的升息狀態 肯定不會比美國強 大家預期每年出到升息了 所以很多銀行會推出這種利率方案 然後那利率方案聽起來都很厲害喔 它聽起來年期什麼超高的 年期7% 年期10% 年期8% 感覺上好像很厲害 但有陷阱喔 有陷阱 這有陷阱 它只能讓你存兩個月領8% 或兩個月領7% 但你其實領不到那個7%跟8% 就是你你就是假設8%嘛 然後除以12個月 所以你那兩個月的利息特別高 但是剩下它就回歸到原本的利息 但是現在原本的利息大概 三個月大概在1.98%吧 然後如果是一年大概在2.85% 其實怎麼比都比存台幣好 所以現在大家就會有另外一個狀態 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講嘛 如果你真的要換你就趁早換 然後趁早去存 那現在它開始推出來之後 你說你現在要換好像也可以啦 因為長遠來看 美國的利息其實確實會比台灣高 對 再加上美金它其實是會漲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去做投資的選擇 嗯 老師我這邊有看到 比方說你看它是 這個兩個月 兩個月期 然後年息7%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會看到那個7% 就覺得啊假設我100塊放進去 我可能就可以領到7塊美元 但其實不是這樣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 因為它它指的年息 是你要放一年的時候 你才會有7% 我怕放滿一年 我才可以領到滿滿的7% 對 但是但是你要想看喔 它這告訴你說兩個月 也就是說呢 它只會給你兩個月的 這個年息的部分 你剩下還有十個月 是不行放的 就算你放進去 我也不會給你高利 它的利息也不是給你高利 接下來你會看到 越來越多銀行跟進 所以還是要提醒就是投資朋友們 就是你不要說 那我現在有7% 那為什麼我一年領下的利息 好像沒有那麼多 原因就是因為它其實 只是用階梯式的告訴你說 那我這兩個月有7% 或者是我這個前一個月有8% 但剩下的 其實它都要回歸到 原本的這個利率來講 那它其實想要做的是後面 就是它可以去推一些基金啊 推一些保單啊 推一些其他的 所以這個的話 簡單來講就是 長期美元的利息 它會比台幣還要來的高 那長期美元也會漲 所以如果你要存美金 你是存長期的這一種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是說 在過程裡面 你們不要因為這個7%或8% 然後就覺得 哇我要一股腦的全部衝進去 那這會就比較尷尬一點點 OK 所以你有的話 你再來去選擇這樣子的一個 高利的定存 或者是你就拿可能10% 20% 你就是去存 這樣就好了 玩一下 跟風一下 因為之前你沒有換 現在換就有點太尷尬了 嗯 所以最後我們來下一個結論 也就是美元這樣子強 會不會 它到底會影響到什麼 其實美元目前現在 比較看到的是 美元在走強的過程裡面 這時候全世界的資金都被它吸走 長期 從8月份 9月份之後 看的就不是升息級嘛 這件事情 接下來要看的是 如果我 美聯儲持續升息 但是我的通膨 完全都沒有降下來 那這時候就會引發市場的恐懼 那這個恐懼 就跟上半年的恐懼不一樣 上半年只是錢要收的 現在是美聯儲 救不了市場的 所以股市 有可能就會開始 才是一個比較大的下殺 然後再來的話 會市 因為大家會開始覺得說 我手中持有的美金 是不是不值錢了 你是不是騙我的 所以這時候 大家就會開始反思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持有美金 這時候美金就會被拋手 所以它上半年的畫風風格 已經跟 應該說下半年畫風 跟上半年已經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就是流域八月九月 通膨們下來 如果通膨下來 危機解除 如果沒有下來 可能投資朋友就是現金為王 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最近很多的官員都說 沒關係啊我們知道六月很高 可是六月已經是過去式了 我們展望一下七月八月 到底呢能不能壓的下來 但你說要回到2%的那個通膨警戒線 我覺得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覺得他們現在目標大概只到6%吧 就不錯了 就不錯了 對 所以下半年我們還是要來關心一下 股市還有會市 到底美元強 但是能強多久呢 今天非常感謝方堅老師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記得影片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珍珠包 石斑魚菲利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 999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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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